妈 儿子 我以后就在这住了 去把那个大一点的房间给我腾出来 妈 那房间我跟李方正住着呢 那又怎么样 你们搬到自我不就行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凭什么不同意 这样说了 一个婆婆半个妈 你这样不孝顺我 就不怕别人说你几两股 我是叫你医生妈没有错 可是你对我的所作所为 配得上这个称呼吗 小房 去把这衣服给我洗了 洗完以后呀 把地擦一下 哦 好 哦 对了 洗衣服呀 要用手洗 洗一机费电 地呢 要跪着用手擦 擦干净点 妈 我现在身子太重了 不方便 孕妇没事呀 就得多运动运动 我可是为了你健康着想呀 哎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呀 妈 妈 你能不能帮我做点饭呀 什么都行 我这刀口一动就疼 实在是下不了床 妈 我这刚做完手术 不能吃泡面了 你可真麻烦 你刚才不是说 什么都行吗 怎么 给你拿来了 你有挑战点色的 这泡面怎么了 这泡面多有营养呀 雪花飘落的季节 谁能看见我心里的泪 这老儿快结婚了 这房子呀 要留给他当婚房 你们今天就得搬出去 妈 我现在还坐着月子呢 再说了 邵阳出差了 你让我们娘俩去哪住啊 那我可不管 你们爱去哪里 就去哪里 反正今天啊 必须搬出去 妈 邵阳也是你儿子 这手心手背 他都是肉 您不能这么偏心呀 我告诉你啊 这房子是我的 我想让谁住 就让谁住 赶紧收拾东西 别磨叽 不然呀 全给你扔出去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你就不要再计较了 妈 这些痛苦和屈辱 都是李方一个人承受的 您作为一个施加伤害的人 凭什么劝他不计较 哎呀 小方 妈知道错了 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这样说了 我也是想陪你和少阳 才决定在这养老的 婆婆 我看您就是煮熟的鸭子 就剩下嘴硬了 明明是老二拿到卖房子的钱 然后就把您赶出来了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小方 我也不知道 老二这么不是个东西 以后呀 我只有靠你们呐 您也别怪我不讲情面 要怪就怪你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如果说当初 你能对我们仁慈一点 这个家也不会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你现在就是在为你曾经种下的恶因来买单 妈 以后是福是祸 你自己多保重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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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